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由分说拿出白铃子 把岳飞的脑袋勒上 围着太阳诀 缠了好几圈 两边有人绷着 因为蜂用刑的时候 犯人疼痛难忍 能使头猎眼睛鼓出来 又怕犯人用头来找刑具 误伤打死 故此把头勒上 又过来两个人掐着腰摁着 怕乱动他 两个掌型的 手拿刑具 一边一个 等堂玉下 好动型 这些掌型啊 全二十多岁 各领各仿大 腰圆 身强力壮 太阳雀努努努着 腮帮子鼓勾着 胸脖子肉翻翻着 赤子肉横横着 像凶神一样 罗如鸡 啪 扔下洞形的飞签 给我打 是 掌型的 把板子举得挺高 不忍下手 都知道 岳元帅为人忠厚老师 为国立下十大汉马功劳 乃忠臣孝子 很是尊敬 今天蒙兽的不白痴冤调 驱打成招 太缺德了 两个掌型的 互相一对眼瓜 心里都明白 这板子下做文章了 因为盖什么呢 有什么窍门 一板子下来可有轻有重 如果这个犯人在掌型人的手里花了钱 打的声音响 还不怎么疼 等打完之后 光肿不带血 要是没有人情 那就是外甥打舅舅 公事公办 一板子下去 声音不太大 疼得刺骨 立刻是皮肉开花 今天这两个掌型的 一个叫张谦 另一个叫李败 不忍对岳飞下毒手 板子举的挺高 吓得挺轻 打的挺响 喊的声音不大 一 二 三 四 他们呢 以为能糊弄过去呢 哪知道 木齐借和罗鲁吉都是嘴里不要的主 又尖又滑 他们不得地的时候 也掌过几天的刑 懂得这里的事 一看掌型的手下留情 拔眼一瞪 嘟 大胆 你们敢扬四五倍 给我板板见血 我腰验行 哪个心思手软 先罚他二十大板 俩人一听就傻了 低头看着岳元帅 心说 元帅呀 我们心思费到了 不顶事 对不起你 我这也是观身不由自已 这回板子下去可厉害了 我一板子就抽开得慌 岳飞的身体一哆嗦 硬挺啊 开始打臀部火烧火燎的 等再打钻心透骨 岳飞的下嘴唇都咬破了 一声没吭 等打到五十多板子 岳飞就昏过去了 血肉模糊 臀部抛了两个大枯 冰老爷 岳飞昏过去了 用凉水喷过来 是 有人弄半桶凉水 往头上哗的一道 岳飞机灵打个冷战 明白过来了 这也就是岳飞年龄好 身体棒 晃个年岁大的 当时就残废 就是这样 疼得也受不了啊 某体蟹在上边高喊 我说岳飞 有招无招啊 岳飞咬牙忍痛 胳膊肘阻地想起来 闭起来 把法柳子望后一甩 我 一片担心 为国尽忠 没有什么可招的 哎呀 岳飞 你真行啊 没打出来口供 别忘了 人心似体 官法熔炉 别说是你 比你再强的 皮操肉厚的汉子 也挺不过这大不行 你招不招 尖贼 你贪赃卖罚 苦害我岳飞 我认可一词 也绝不能欺招 好好好 我看你的肉结质还是刑具厉害 来呀 给我弹木攒纸 招人搭呀 把刑具扔在岳飞的眼前 弹木攒纸就是用弹木棒做成的夹子 砖夹犯人的食指 有两个皮条子勒着 说个用刑 把皮条子一勒 十个手指头 立刻被夹个骨断筋奢 什么样的好汉也受不了 因为食指连心啊 当时这两个尖贼给岳飞上上刑 说成夹刑 疼得岳飞就地翻滚 十个手指尖倦淋漓 骨头全折了 又死过去了 等用凉水喷井 木齐邪还问 哎 有招不招啊 这回岳飞是泼口大骂 先贼 你们吃国家俸禄 不报经恩 反而害我岳飞 我岳飞死后变成泪鬼 也要追门的狗命 住口 给我夹井 皮条子又一紧 到七分井 岳飞倒在地上 人事不知 罗鲁吉一看岳飞铁嘴钢牙不招 忙说啊 我说年兄啊 天色可不早了 明天再审吧 嗯 好吧 叫他多活一夜 把岳飞掐肩入狱 退堂 逃就一走 退堂 这帮小子回府找夫人去了 岳飞被压在监狱 也不知有多长时间 他才醒过来 就觉得浑身疼痛难忍 臀部的肉都给打没了 裤腿叫血都粘住了 十个手指肿呢 像小棒球一样 都围不过弯来了 岳飞动了几动 想站起来 没站起来 两条腿不好使 天已经黑了 墙上有个小洞 放了个小油灯 灯花有豆粒打 大铁门关上 尚有三黄大锁 外边一片寂寂 偶尔的能听见院里别的屋子 传来的辽靠声音 岳飞一阵昏迷一阵明白 触景升起来 想起了往事 哎 想我从岳飞出世以来 所作所为 没有对不起君王之事 怎么能落到如此的地步呢 剩我岳飞三天 家乡闹大水 一片家蝉 叫红水吞没 父亲丧在轻波之中 多亏母亲抱我做荷花缸逃命 被冲到内黄县 遇上王贵之父好心的王源外 将我们母子收留 住在她家的跨院 母亲为人家将洗逢补 我每日上山打柴 母子过清苦的日 看人家孩子能上学馆念书 娘心高啊 也在家教我喜字 家中一贫如洗 无钱买纸墨 就在地上铺细沙子 当作纸 拿柳汁 当笔 在细沙上教我写字 娘为我心起奥干 望子成龙 后来 陕西老隐士周同到王贵家 教王贵彰显 汤淮念书 我经常在门前偷听 可笑 我这三位师弟不好好念书老淘气 一次先生留的诗答不上来 三个兄弟求我给做诗 我替他们做了几首诗 被周先生识破 把我找去询问 当时真把我吓坏了 当时真把我吓坏了 周先生很爱惜我 把我收为一死又为徒弟 叫我和王贵等在一起习文练武 我那授业的恩师啊 我那授业的恩师啊 为我们下了二五更的功夫 白天教文 夜间教武 为我们并边多添了白发 脸上又多了皱纹 劳累成心 他派我们学文学武 为国处理 名标亲事 娘也是盼我 越祖光宗 写阅门庭 老师过去了 我们师兄弟几人亲如手足 后来又收起了二弟牛狗 我那憨憨傻傻傻的二弟啊 跟我十心十意 我们五个人不敢比桃园结议 也要学杨角哀 左不桃 舍命全交 我记得信心港口 也是我枪挑梁王柴桂 弟兄们跟我吃了委屈 官没坐上 差点费命 后来 我被找出来战金兵 八攀山八百破十万 我那牛二弟立了首功 青龙山 爱华山 多亏这几个弟兄奋勇杀敌 牛头山旧家 黄天荡一战 朱坚镇大结 弟兄舍死望生 奋战沙场 我们几个人 形影不离 朝夕共处 天天聚首 是何等的快乐 今天我岳飞独在监狱 受死不白之冤 令人难过 此时我那兄弟们 都该什么呢 可能在灯下为我担心 也可能 岳家比武操练人马 也可能去巡迎六少 防止金兵入侵 如果他们知道我受这么样的重伤 不定多难过呢 兄弟呀 牛狗 王贵 张献 施权 多多保重 何元庆 于化龙 敌雷 傅天亮 虽然说我和他出之不久 但是感情特深 你们可不许胡来呀 镇守边塞 免得百姓遭涂 岳飞想到这儿 眼泪下来了 就在这边 凉风一吹 灯花一动 死去的兄弟 汤怀 王衡 高崇 董仙等人 恍惚呼呼地站在自己的眼前 看着岳飞掉眼泪 岳飞一惊 心一酸 眼泪如同断线的珍珠一样 兄弟呀 我这些好兄弟为国圈曲 至今未得封赏 我对不起你们呐 万岁呀 你可知道我岳飞在此受罪 可知道众弟兄为国尽忠 岳飞一般眼睛闭上了 迷迷糊糊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妻子李氏 满面春风地出来迎接 几个小孩 越雷越停 越临越震 为前为后 女儿迎平飘飘下半 岳云张线 一边一个左右相陪 哦 我离家又好长时间了 越人走的时候 我叫他给他娘带封信 将女儿迎平许给张线 也不知道完婚没有 如果他们知道我背屈含冤 非反不可 孩子 可不能反啊 如果一反 以假成真 坏了我岳飞一世终民 万岳飞 但愿能雪清白 见天日 重返朱仙镇 岳飞直到四更天 才闭上眼睛 刚迷糊一阵 旧情的劳门 刚刚 约飞一阵 睁眼观瞧 把外边悄悄地走进一个人来 这个人有三十多岁 中等个儿 上宽下窄的瓜子脸 黄白镜子 微微有点中眼泡 鼓鼻脸 灵脚口 三柳黑胡 穿着玉族的衣服 身上背个兜子 手里提着石盒 岳飞盲问 你是谁 这个人回手把门关上 小声地说 岳元帅 你受委屈了 我是这里的玉官 姓尼 叫尼丸 这玉里的一些小事都给我管 是周三为一手提拔的 我知道 你冤啊 可我又有什么法案 又见不着圣上 只可听默其谢的 默其谢又听秦桧的 这些小子 太会了 头顶掌窗 脚底下流浓 要害干国中粮 我心不忍啊 趁着没人 我给你带点药 给你上上 带点吃礼 你都两三天没吃东西了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话 吃点东西 抗刑也有点劲啊 等你的冤枉得到昭雪 好上前提立功啊 说完 打开了石盒 拿出一个盘来 里边有两个馒头 这两个大馒头 哪个都有四两半重 第二层有个小碟 里边放着两咕噜鱼 第三层是一碟炒豆腐 拿出一双筷子 没要的 你吃吧 岳飞一看 眼泪不止啊 在监独里 一个近人没有 眼前之人冒着生命的危险 来看自己 还带来吃底 怎么能不感动呢 岳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纳尼丸 把身上的兜子解开 拿出小刀子 小剪子 小瓶 小罐和白布 还有点水 用剪子 把岳飞的裤腿剪开 用布扇水给洗板子上 把那烂肉啊 都给擦净 然后上上金窗铁散散 随后呢 给呼上点 又把这手指道上的血擦净 也用布给缠上 然后从小扁瓶里 倒出了三粒丹药 把它挨开了 叫岳飞喝下去 你还别说 这药的力量真不小 连吃带上 立刻就不那么疼了 真是神贤一把状 岳元帅 这还有几粒 你留着明天吃它 吃点饭吧 岳飞说 黎大人 我太谢谢你了 哎哟 我可不敢当大人哪 别起您来 我是小人 小人应该照顾大帅 你可多多保重啊 有什么事 只要我能办到的 你治管治伤 刚说到这 就听外边喊 哎 老妮 快出来 外边来人了 是秦丞相派来插肩的 快把东西收拾出来 啊 倪丸吓得颜色更变 忙把东西装好 拿出个馒头 塞在岳飞的手里 急忙的出去 不一会儿 倪丸带来四个人 是秦桧手下的狗屎奴才 谁呀 终不想铁铃铛 开礼换一包农 这四个小子 撇着嘴 来到岳飞的牢门前看看 冲着倪丸一瞪眼 啊 注意点啊 除了错 要你脑袋 嘻嘻嘻 说完这四个小子走了 这阵天光已亮 又提岳飞过堂 岳鹏举连滚过三个热堂 也没问出口不 木齐谢和罗汝基这回可傻了 把招都使绝了 这俩小子到私宅商议 怎么能撬开岳飞的嘴 罗汝基说 给他上夹棍 哎 咱只他都不招夹棍就能招了 什么刑具最厉害呢 哎 人家都说扒皮抽筋 大概这个事儿最难受 怎么能扒的皮抽的筋呢 这两个小子挖空了心思 又研究一种新刑具来 叫做皮麻问剥皮烤 什么叫皮麻问剥皮烤呢 就是用个小锅里边装上鱼胶 底下架上火 把这鱼胶熬的开开的 黏黏糊糊的 然后把这麻皮子搓碎了 变成一片一片的 犯人拉过来之后 把这滚烫的鱼胶刷在犯人的身上 再把这麻皮子贴在这胶上 晾一会儿等干了之后 鱼胶把麻皮粘得等等的 用手你都扯不下来 然后用钳子夹住麻皮的一头往下撕 麻一下来连皮带肉都撕去 就是活扒人皮 这两个小子想的招太损了 等明天过堂 先用夹棍 不招就用匹麻草剥皮问 到了四日升堂 二贼坐在公安桌的后边 冲着下边高喊 来啊 提岳飞 时间不大 把岳鹏举带到大堂 岳飞看着二贼是利而不贵 俩小子也不在乎 我说岳鹏举啊 你朱仙镇按兵不动 意图谋反 可口军粮 肉你腰脏 今天你招是不招呢 碰快点 免得皮肉受苦 岳飞拔眼一瞪 住口 朱仙镇屯兵是万岁的旨意 我岳飞一点忠心 今天可表 你叫我招什么 啊 不招 左右给我看夹棍 测口 炸 有人把夹棍 堪堂的一声 扔到岳飞的眼前 岳飞一看 脑袋嗡的一下 新的话 今天我命休矣 因为夹棍 因为夹棍可比板子 攒指可厉害多了 那是五行之族 从汉朝王莽篡 篡位是兴的 直传到现在 什么样铁打的汉子 也藏不过去 夹棍分为三截 有五尺长 茶碗口粗 棍尾是扁的 头是圆的 一挂铁锁链 把三根棍连着 底下是并着的 上头啊 是牛皮制成的判断 打成个果子坑 两个柴人一头一个 点着牛皮带 把岳飞的脚脖子 填在夹棍当中 上边有个铁锅 咕上 有号数 由一至十 把人夹起来 两头用力一拉 铁锅往下一落 一分形 双足如炸的一样疼 二分形 三分形 两脚如同火分 四分五分形 河头骨便酥了 无论多大的英雄好汉 也扛不过五分六分形 要是用到十分形 犯人必在行下必命 莫其妾 一看差人用夹棍把岳飞夹好了 分不用形 一伸手就是五分形 双皮带两头一点 就听着 铁锅掐着眼 落到五分形的地方 岳飞 哀压了一声 就昏过去 大人 岳飞昏过去了 不要紧 用凉水喷 有人手忙脚乱的 用凉水 划帮岳飞身上一道 一看岳飞呀 没醒过来 包括大人 没醒过来 用草纸炫 是 有人用草纸用来炫 半天的功夫 岳飞 岳飞才醒过来 哎呀 疼死我也 岳飞呀 有招不招啊 岳飞疼的 浑身的肉汁秃秃 鹅脚的汗珠之鬼 脸色苍白 呼吸急促 心里暗想 照这样 我得被他们折磨死 可叹 至今没见着万岁 不知道万岁 可知道我岳飞 在此受刑 我何不假借共词 表达我的忠心 对 就是这个主意 想到这儿说 我招 啊 岳飞 你认可招了 对 哎呀 岳飞呀 你这才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呢 早这样何不早说呢 那你说吧 我喉咙干哑 说话困难 取过纸笔 我可以写共词 那正好了 我来啊 赶紧给他准备纸墨笔啊 有人把纸笔放在岳飞的眼前 岳鹏羽咬牙忍痛 擦了擦额酒的汗珠 哆哆嗦嗦的拿起笔来 这是笔走龙蛇刷刷点点 转眼之间写完了 啪 把笔一扔 差人拿过招供 并给了二妃 这俩小子如获至宝 挤在一起歪着头看 就看上边解 武圣定国军解渡时 神武后军都统治 武昌开国功 岳飞昭壮 非升居河北 掌赞汤因 自幼习文练武 壮年掌握军兵 正知翻兵入秦 泛我中原 二弟背秦金国 与沙漠坐井观天 百姓流离 惨遭涂 我岳飞 不忘劳摩赐字 誓愿金中报国 赤心一片 沙退敌兵 直倒黄龙 迎请二圣环朝 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无忧无悔 青龙山八百破十万 爱华山打得金乌珠 胆颤心寒 黄天荡 牛头山 勤强热马 勇往直前 敌军文明丧胆 望风逃窜 朱贤镇大得全胜 金乌珠退出中原 若在宽我几日 正好兵进燕山 直到黄龙府 迎请二圣回还 不想圣职以下 叫我歇马鞭棍 连用十二道金牌 招我京城回转 假说封功受赏 使者奸责怒圈 设计献我谋反 向非押入监律 千本拷打 我对朝廷无怨 万种言行 这位圣主被瞒 今岳飞死去 肝胆对天 并无反义 志在河山 天公无私 避诸相扶 奸臣 地府有灵 定替岳飞申冤 所供之词 句 十言 两个尖贼看完这张供词 当时吓得亡魂结冒 汗都下来 哎呀 岳飞呀 岳飞 死到临头 你还敢狡猾敌烂 一笑犯上 辱骂秦成相 这这这这还了得 来啊 看警策后 有人把熬鱼胶的铁锅端过来了 里边直冒热气 还有人手掐到麻皮子 来到岳飞的眼前 要给岳鹏举上读警 对吗 对那 你尴尾没有 叫重 christ